疫情是持續延燒 也讓中央緊急徵用快篩試劑 不過這讓各縣市的快篩試劑 存量不足快見地 中央掛保證會協調廠商 要趕快讓快篩的價格更清明 不過對於徵收的政策 是不是太倉促呢 台北市長柯文哲也警示 其實當時看到南韓 就知道塞波會輪到台灣 台灣目前的應變還是太慢 台灣疫情狂燒 連兩天本土確診破千例 台北市長柯文哲示警 這疫情上升速度超級快 一個月前就預測得到 當時我看南韓的樣子 就想說一定會輪到台灣 應變還是太慢 這一關還要小心 因為上升的速度會很快 眼看疫情不斷升溫 雙北重災區包辦單日 確診最多前兩名 桃園159例緊跟在後 光歸篩某科技場 一口氣就增138例 需要大量快篩之計 卻傳出桃園快篩試劑 只剩下4000劑 而中央突然喊要 徵用4000萬劑快篩試劑 也讓各縣市市劑幾乎快見地 像是台北市剩3萬劑 約5到6天的量 台中剩5萬多劑 也只有5天庫存 另外苗栗7500劑 南投6000多劑 台東不到5000劑 榆林更去只剩下2000劑 新北只有剩下9800劑 我們已經下單下了6萬劑 正好在徵用階段 交貨的狀況是有延遲的狀況 有就有用 沒有上次到底是要作戰 快篩劑也起決於說 我們中央的防疫政策 如果中央都買不到 我們怎麼買得到 快篩試劑供不應求 各縣區政府跳腳 民怨也將沸騰引爆 陳雪中掛保證要協調廠商 還要讓快篩價格更親民 也不是說大家天天都要篩 有症狀 有這樣的懷疑 有接觸到的時候再來使用 實名制出來 那價格一定是要相對的親民 他心裡就要想個選舉了 沒有想到說這個要超前部署 那現在看到政府毫無髒髮 攻擊不夠 外面價格太亂 而且是都很緊張 病毒來勢兇兇 但政府防疫腳步 卻追不上病毒傳播速度 所謂超前部署的決心 再度讓人打上問號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